家里昨天和今天都进行了大扫除 主要是把挂窗帘的位置 还有地面给拖了一遍 擦了一遍 这个玻璃真的太难擦了 现在就插那个柜子 没有擦了 到时候柜子再整体擦一遍就搞定了 其实大扫除还是挺简单的 然后一会儿就来安窗帘 现在已经在楼下了 期待安窗帘的效果 左右一边一个 9个 大哥要挂什么根没了 刚刚还在呢 拉上连地面有那个感觉了 好看一些了 看看两个能不能对起来 可以可以 这一共12个狗 123放 这样不是反的吗 拉上连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颜色就深一点 这是次卧的窗帘 它是奥地利灰 近看是这个样子的 近看跟远看反正两种效果 阳台上有一个沙帘 然后客厅这又加了一层窗帘 窗帘是奶茶色 小爱同学 关闭客厅窗帘 正在关闭窗帘 整体就是这个效果 它这个属于浅色系 稍微有点透光 然后边上两边是因为我们是电动窗帘 它边上有电机 就留了点空 然后它会透光 只有主卧室两层 一个沙帘 一个窗帘 哎呀 哎呀 这个是百分百隐私性啊 看看是不是百分百遮光 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沙帘了 沙帘加上以后鲜气满满 特别好看 是吧 就是沙帘一家 就感觉屋里就提升了一个档次 在这边